年轻人的失业率偏高 对此也需要高度的重视 那么主要的原因 因为疫情影响下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 那么同时年轻人求职的倾向 更倾向于比较稳定的岗位 那么加剧了这种供需的矛盾 我们看到五月份 16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 为18.4% 比上月还上升了0.2个百分点 那么今年五国大学毕业生 达到了11076万人 那么随着毕业期的到来 年轻人大学毕业生 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 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就业的压力 那么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 下一步还是要落实好 稳定经济大盘的各项措施 促进经济的稳定恢复 增强就业的吸纳能力